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实在太有意思了 丰富多残 但是你知道吗 中国有一种文化现在正在消失 而且速度非常惊人 你指的是什么正在消失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首诗 是古代诗人陶渊明写的 我给你念一遍 暖暖远人村 依须里烟 狗肺身向中 鸡鸣桑树边 是不是很美 是很美啊 我就看到那个景象 对 你知道吗 他描写的就是如世外桃源般的中国传统村落 那你想说的就是中国的村落正在消失吗 那太可怕了 那也不能让这么多美丽的村落这样就消失啊 当然了 所以说现在在天津有一个人就扛起了保护中国传统村落的大旗 他就是冯继才先生 他和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村落 并且是卓有成效 而且前不久就召开了一场中国传统村落国际高峰论坛 在河北保定 不如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去看一下吧 我们中国的历史是七千年以上的一个历史 我们民间的东西是中国的母性的文化 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传统村落是必须保护的 必须传承的 所以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在保护和现代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是一个新的形式 传统村落的 最后也带来我们当地的村落 中国传统村落是时间留给金人的丰富遗产 它以建筑的形式凝固历史 穿越时光 诉说着寻常人家的悠悠往事 而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 新设换旧言 年年岁岁花香寺 岁岁年年楼不同 传统村落正在无奈的消失 拆建中一去不返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传统村落 是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耕的大国 我们农耕的历史是七千年以上的一个历史 就是我们世界上最早的农耕国家之一 我们的村落是在世界上最多的 样式也是最多的 它是我们国家重要的文化遗产 这些财富主要保留在村落里边 村落实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家园 所以习主席讲 乘这话要看得见山 看得见水 留得住乡丑 冯继才 中国保护传统村落的第一人 为了守住历史的家园 他不遗余力 在他的呼吁和努力下 传统村落保护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近日 一场中国传统村落国际高峰论坛召开 来自国内外一百多位专家学者 齐聚古城保定 共赏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大际 哈喽天津我是冯继才 哈喽天津我是罗德颖来自清华大学 哈喽天津我是浦娇 我来自于中国传统村落 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哈喽天津我是温浩阳 来自天津大义环境社九学院公司的总经理 哈喽天津我是刘铁良 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在开幕式的论坛上 冯继才先生的发言发而深信 这时召开此次高峰论坛 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 是一次深刻的营养补给 气候和气候虫既是一个发问 既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同时也这里带着我们的一种担忧 对于村落的未来的一种担忧 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会 要开一个国际性的会 首先就是说 我们从2012年开始 对中国的230万个村落 进行一个全面的调查 搞一个项目 叫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要评定 中国传统村落的一个名录 列入名录之后 就是列入国家的一个保护范围 在围棋两天的会议进程中 各方专家各输己见 提出了很多问题 也列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论坛是开放的 更像是一场轻松的讨论会 台上台下没有太大的距离 大家旁征博眼 共商打击 为的就是留住这宝贵的传统村落 目前保护上 其实没有一个完全成熟的办法 就是说你按我设计路径 每个人都按这么做 就一定能成功 这是在目前来说 还是处在一个探索的阶段 我们也是在探索 在每个地方 其实面对的具体条件不一样 都要采取不一样的办法 但是总的说来 我们在实践当中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大方向 就是怎么样把传统文化遗产 跟现代的生活结合起来 我工作单位是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我们这个中心是在2013年成立的 2013年6月 然后依托于天津大学 冯济才文学艺术研究院 而成立的这么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我们会做学术方面的研究 然后就是关于传统村落的一些 这个学理性质的 包括一些学术性质的 前沿性的一些观点 在这里我们都会进行集结 德国建筑遗产委员会副主席 鲁道夫·吕克曼先生 对天津印象很深 在会上他也提出了他 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观点 我认为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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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在天津大学 我认为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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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可能性 为未来的未来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 我喜欢它 非常美丽的地方 我认为这些城市 这些城市一定是一种原因 为地区域 因为人们喜欢这种生命 这种生命 这种生命 它是非常有趣的 全世界的城市 都住在城市 没有在城市 这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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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中国已有2500多个 有价值的传统村落 得到了保护 200多个传统村落 有了自身的档案 传统村落保护 出战告捷 但是 未来的路还很长 虽然我们国家重视它了 国家也平定它了 但是呢 仍然 挡不住 它现在目前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的病危 比如它受到冲击和破坏 一个冲击就是空巢化 就很多的村落的人要出去 大量的走 最后村落里 往回走 往北京天地里走的时候 我特别到山西的平顺 强之那边看看山西尽中的村落 我走过 我故意走太行山这条路 从山里边走过来 看看那些山村 可以讲一半的山村都是空的 所以人们就会把村子遗弃了 那么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的 还有重要历史文化财富的 有特色的一些村子 那这些村子如果没有人住了 那么我们这个家园丢 这个财富丢了 就太可惜了 此次峰会虽然是短暂的 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讨论 提问 记录 思考 但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留住历史留下的宝藏 也许正是这些人 将保住无数的传统村落 让这一抹乡愁得到延续 看来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文化保护也是一种精神的保护 没错 所以说冯先生和他的团队正在做着这件事情 而且冯先生为此也是付出了很多 一过古稀之年 他仍然在为这件事情不断的奔波着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短片 一起来了解一下冯继才和他文学艺术研究院 天津大学是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 进入本世纪 全国不少理工科大学都重视人文教育 纷纷将文化人请进大学 于是我国第一座 以当代文化人的姓名命名的研究生院 在天津大学建立起来 于是在这座7000平米空无一物的大楼里 他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 我就希望我们的比较文化 在现在在未来 不管多现代的一个社会里 都永远是不忽有生气的 十年里 在数不清的密集的学术活动和文化事件中 他以极大的热情 尽情发挥着自己的文化理想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艺术 和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 牢牢拎在一起的艺术 以独自的思考和不断的文化创造 开辟着属于自己的学术空间 这一句代表性 他最有中国的大楼里的情绪 他最有中国大楼里的情绪 经过十年求索与努力 我们渐渐有了自己独特的校园文化 我们不是美化校园 而是把大自然请进校园 冯济才还以数千件各类珍贵的文物 艺术品和文献 建设起一系列博物馆 美术馆 档案馆 以十万册图书 建立起一座人文图书馆 他重视文字的存录 他认为文化学习的一半是文化体验 他甚至把整个学院做一座博物馆 他提出学院博物馆化 这使我学院成为当今中国独一无二的人文学院 教研与学术是我愿工作的核心 最初冯济才是带着自己的文学与绘画进入大学的 在渐远之初 他在全国发起和组织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与传统村落抢救开始 尽管他面对着中国大地上一切宾危的民间文化 抢救工程千头万绪 但他没有忘掉自己在这里的承诺 他将这些巨型的文化工程 与学院的教研融为一体 一方面努力使学院为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 提供学术的支撑 一方面 这一举国的文化事业 又为我院的教研展开了辽阔而全新的学术空间 一些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建立起来 他强调把书桌放在田野上 在大地上思考 让思想既有翅膀也有双脚 他强调做文化的先觉者 但先觉者应该是率先的行动者 我们把这些科研机构作为研究生的实验室与工作坊 十年来 一批又一批硕士和博士生从学院走出来 有的走进社会 有的融入学院的团队 十年里 我们默默做自己的事不是张扬 但是现在 我们可以骄傲地说 我们已经有自己开创的明确的学术方向及优势 有大量扎实的学术成果 有国内外广泛学术联系与合作 有自己独自的气质与美 叶果 叶果你知道吗 其实在古城保定 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古村落 而且在那里还有一段非常传奇的故事 哇 还有传奇的故事啊 是什么故事 地道站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啊 我电影都看过 就没有办法地道啊 抗击侵略者 对不对 哎 这保定的染庄村啊 就是当年地道站的原型了 所以说呢 它这个古村落就被保护了下来 而且发展的很好 哎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染庄村看一看吧 这里就是保定市清院县 染庄镇染庄村 是当年著名的地道站原址 这里同时也是国家平定的 中国第一批传统村落 在这里传统的味道得以保留 大门 窗户 屋檐 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以修旧如旧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 呈现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 村头的古术和大钟 仿佛将人们带到了那个战争的年代 走吧 咱们上里头看看去 我们 我们第一眼看到了你 这个轮子 这是什么轮子 这是炮车轮子 整车 整那个炮车 被敌人炸毁了 我们现在展示着 他叫王彦君 是地地道道的染庄村村民 他的祖辈就参加过地道站 如今传统村落保护 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他的祖宅变成了地道站的体验馆 络绎不绝的游客 也让他天天穿越 华北平原抗击侵略者的历史景象 在他家重现 我们这边看 我们走到这儿 第一 我看到了 这是个大车轮子 我们这块是个屏风 要说 像叫做我们农村这块 你再讲这块 就叫影碑 要说 从外边 你看不到里头 我们这是琉璃瓦 一些装饰看 从外边 既大方又好看 要说 我们这是地道站 要说 我们这一部分 你可以看到 什么情况 这是游客来到我这儿餐馆 留下的一个照片 要说 我们这块 你看看 好多人在这儿 照着像流流影 我们就是给他提醒 我穿这种服装 就把你当时带入到 地道站的情景中 也就是把你带入 花北平原 也说农民这一块的服装 我们这边看 上屋里可以看 这是一个年台 这也是一个装饰品 实际上 我们这块 这就是一个地道口 当时 我们看 这是个地道口 从这儿下去 又有玉川村想通 这是抗战时期的流行动向 我们从屋里头再看一遍部分 这是一个地道口 但是年久失修 我们景区内 这是个 就给他把缝住了 不让人们锁了 因为空气对流 这不是一个口 我们屋里头还有口 他为什么一家 有好多口 一个是空气对流 再一个说你 口越多 越难算 敌人来了 把这个口给我堵住了 以后你 别的口可以出去 这也是 作为历史的见证的 这是一个康边 要说 要说 你看 这是个地道口 我们可以看看 要说 但是我们有一条 这个房屋子 这政府给改造了下 它的改造就是 难这个三四十年的 这个改造 就是 嗯 我们 才修旧入旧 不能盖它 新的样子 这也是我们 地道战地 保护起来的 遗址 我们 王彦君的孩子 都在镇上工作 自家也盖起了小院 在他的邀请下 我们来到了他的新家 这是我家 也到了 我们上院里头看看去 要说 我们现在这个新房 你看我们 空间比较大 食用的面积比较多 要说 在屋里头 睡觉的地方 也比较长亮 要说 有了车库 我们过去那房子 可没车库 撩个柴火什么的 撩个满当的 这是 新房 给老房 这是有一个便利 生活便利的 我们 我们 现在 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 从这 我们看到 是新房 这是 原乡 我小时候 可不是住的这样房 这样房是 从古村改造 我们盖起来的 也没有水泥 我们都是土坯房 我们在工作室 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 这块你是 受国家的保护 也就是说 为什么呀 回忆到 你一到工作室 你就看到了 三四十年 这个建筑 我们现在 我今年六十六年 咱们说句实话 你就是再 从我们这边来说 你就是 还知道原先的事情 嗯 就打地道炸 什么民俗 这块呢 他都知道 现在再下去 我们下一位 这历史 就有些淡泡 染庄村的村民 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乡 城市的生活 虽然时刻吸引着他们 但是 让村民感受到 生活的现代化和便捷 也许是保护传统村落 最好的办法之一 那看来啊 保护也是一种发展 并不是停滞不前 总会带来给我们新鲜的空气啊 没错 所以说 接下来呢 咱们就去看一看 咱天津的传统村落 西景玉 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 济县余阳镇西景玉村 天津后花园中的世外桃源 也是国家平定的第一批传统村落 原本的农村生活 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专业团队的进驻 为这里注入了新的活力 民宿的开发 让来到这里的游客 既享受了原始清新的乡野生活 又不失现代生活的舒适和便捷 同时 农家乐也得到了改变 环境和服务品质的提升 让游客更喜欢来到农家乐 体验农家生活 国家是传统村落保护的强大后盾 自2014年起 中央财政集中拨款100个亿 用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 传统村落的保护和认定 并不是将一个村子封存 更多的发展和村民认识的提高 才是保护的真正意义 让生活在村子里的主人 珍惜并保护自己的家园 传统村落才能更有生命力 叶果看完今天的节目有什么感受啊 真的长知识了 我以前以为就是社会发展越快越好 生活水平越高越好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们忽略了一点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们得重视 我们得关注起来 行动起来 这样就不让中国传统的村落 从我们身边这样的小国生气消失 没错 说得非常好啊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哈喽天机 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下一期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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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